上槍擊案 警方抽絲撥檢 調閱上百隻監視器 找到嫌犯失菌及拿槍的關鍵畫面 號稱地表最大跨海 運毒海洛因專案 警方從2500條木材 挖出上千塊海洛因 市價超過20億 一路溯源追到海外 另外還有 新北市新店咖啡商命案 不到半天查出槍手藏槍地點 就在機場連外道路的排水溝 這幕後工程就是他 他在機場的時候 他神社太緊張了 他在緊張的時候 然後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後 他竟然那個如是重負的感覺 所以從中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地方有可能 他是長槍的地方 年約40歲的石春籍 觀察就是這麼細微 從僅13年 之前從事行銷 賣拖把和菜刀 有一回在家人鼓勵下 烤警察 意外開拓新的一片天 就是調閱監視器 不管嫌犯躲在茫茫人海 還是流竄陰暗角落 通通逃不過他的眼 優秀表現也讓他身上熏左 也和其他八個人一起獲選 今年度的模範警察 每個殺人案還是說一個命案的話 我們都是 都是可能是被害人最會是機會 所以說我們調監視器之後 就是調到的話 當然是對家屬一個交代 停止在林口明治所服務 但新北市重大刑案發生 他幾乎是必須指定的 鷹眼小組成員 連同這回林口槍擊案專案小組 也有他 面對冷冰冰的監視器 除了細心耐心 他更是用心去感受 畫面中嫌犯的情緒 從中間的細微處推測犯案動向